我觉得那个律师这样子让老人表态实在是为难老人 因为他还有有生之年 他有很多可变数的情况 这是真的 而且本来从老人的这个年龄特点上来说 就是这样子的 他会看到比如女儿过得不好就会心疼一些女儿 儿子过得不好就会心疼一些儿子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呢 像他真的是你要做 你说你这回我给你列个遗嘱 然后回头你甭改了 实在是为难 你们自己有一个态度就何至于让你这个 这么健在的 这么心疼你们的父母如此之为难呢 对吧 我想问姐姐一个问题 昆大姐 如果今天弟弟能够跟你说 说姐你放心 甭管什么时候 咱俩呢好好孝敬咱爹妈 等咱爹妈真的有一天 这个百年了 甭管什么情况 这房子我一定给您一些现金 这房子我就是理论上 甭管法律上怎么说的 他应该都我得也好 还是怎么着也好 我肯定 姐我不会让您在这儿 自个儿受这份苦的 您觉得您能接受吗 能接受 您会跟弟弟说 我一定想 弟弟我一定还得 您得给我答应答应我 这我得要多少钱 不会 不会 那就好 那龚先生 您觉得我说的这样的话 您能做到吗 我肯定能做到 我没来这些节目之前 我就做到了 所以我觉得 也不一定是这个房子 给现金 只要不管是父母在 还是不在 真的这个世界上 有血缘关系的 就你们俩 你们姐弟 所以有困难的时候 帮一把 对 实际上从法律上 我跟你织三条路 你们自己选择 第一条最现实的 那就弟弟拿出一部分钱来 将父母的产权份额 买一部分 然后呢 这个产权正好登三个人 一个是父亲 一个是弟弟 一个是姐姐 三个人按份额共有 必须两个人配合起来 才能超过三分之二 超不过三分之二 按份共有的房屋 是不能买卖进行处分的 因此大家互相牵制 这是一个 前提是必须父母愿意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父母留遗嘱 说将来百年之后 这个房屋呢 归这个小孙女 但是呢 这个小孙女 必须在他父亲帮助下 两个人共同拿出多少钱来 给这个女儿一定的补偿 她才有资格得到 这个房屋的全部产权 第三个方式呢 就是说父母干脆 遗嘱呢 就干脆就别留了 那就按法定继承 肯定将来是 没有特殊情况 就是一人一半 就这三种可能性 都给你们支完招了 将来法律需要我们帮助 我们会 无私地跟踪帮助你们 没有任何问题 好吧 来 老母亲 你是倾向于我们帮你立遗嘱 还是回去再考虑再说 回来再说 留不留 听老头的吧 听老头的 爷爷 您想要的是要儿女孝顺 对吧 是能够安度晚年 百年之后 儿女还能和和睦睦睦的 相亲相爱 对吧 那最好的方式 就是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别说 什么立遗嘱不遗嘱的 别立 立得大嘛 对 就等您先想着服 先让他们都跟您孝顺着 对 都孝就好了 把您孝顺着好好的好好的的 您百年之后听法律的 就完了吗 我跟他们说 活着不养 不养 死不允葬 我的生活够了 这句话不用啊 您怎么说 我就让老爷子 您最好的办法 就是第四种方案 对那老爷子 一百岁以后 或者一百二十岁以后 你觉得自己可真的 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赶紧打电话 李律师去 口头交代一下 完事 对 最方便 您的意思呢 我们表一个态 你们回去深重考虑 当你们考虑成熟了 需要立遗嘱的时候 我们作为你们的 见证人也好 这个帮你作为代数人也好 都没问题 我们会一直追踪 节目录制到这里 已经过去了四个多小时 公家父母表示 回家后一起卸商 从李律师给出的 三个解决方案中 挑选一个 一直在第二演播室的孙女 也表示同意 跟父母回家住 公家姐弟 终于冰释牵线 两位老人 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衷心地祝福他们 永远幸福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